以估俄羅斯瓦加納僱傭軍首領普利·羅茵昨日被安葬在聖彼得堡郊區一處綠樹環繞的墓地 普利·羅茵的墓地掛有俄羅斯國旗及瓦加納集團旗次 普利·羅茵的發言人說葬禮已經在聖彼得堡案家屬醫院以私人形式舉行 墓地周圍聚集了大量警察及俄羅斯國民警衛隊人員使外人及媒體無法接近 克里·武林宮昨日早歇時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不會參加葬禮 當地一家獨立媒體援引一名墓地員工的說話 只有二、三十名普利和任的家人和朋友參加葬禮 儀式僅持續40分鐘 俄羅斯國營傳媒只是以極短篇幅報導普利·羅茵的葬禮 俄羅斯第一頻道的新聞說普利·羅茵葬葬在父親旁邊 俄羅斯調查委員會週日只進行基因檢測後 證實普利·羅茵身亡但當局至今仍未公佈聚機原因 路透社引述巴西航空事故調查及於防中心透露 俄羅斯通知巴西當局目前無意在國際規則的框架下 調查普利·羅茵一行人所坐的巴西製私人飛機為何聚毀 本次撞禮淒冷的場面 與普利·羅茵生前擾勇殘暴的首領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 普利·羅茵率領的阿格納士兵 曾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 普利·羅茵也曾對戰事不滿 向俄羅斯軍方高層公開發炮 而令世界永遠記住這位普利·羅茵的是 他在今年6月23日突然發動兵變 述令士兵一度向莫斯科挺進 上星期三普利·羅茵在突然的一場罪機事故中喪生 罪機原因至今不明 機上10人全部離難 美國情報部門初步評估得出的結論是 飛機墜毀是故意爆炸造成 外界認為普利·羅茵發動叛逃而廢的政變 是招致其殺身之禍的原因 普利·羅茵的死因或者永遠不會有官方交代 但可能已經成為這個世界最公開的秘密之一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